歡迎大家收看《東周列國春秋篇》第23集 今天是說犯罪逼仇的第2集 昨天說到犯罪要偽齊的人頭 於是偽齊逃走了去趙國 而引申這次我們又說到一個平原軍出現 也是戰國四公子 戰國四公子我相信大家都聽過 其實每個獨立大家都聽過 就是齊國的孟常軍 魏國的信寧軍 趙國的平原軍 和楚國的春生軍 那究竟為什麼他們會有四公子的稱號 四公子其實 頭三個都是貴族的公子 尤其是信寧軍和平原軍 更加是國軍的兒子 不過沒有繼承到皇位 而孟常軍 是雁英的兒子 是雁英的兒子 但好像差很遠 不是差很遠 是雁英的兒子 因為他在春秋末期 他在戰國初期 他是雁英之子 我又搞不清楚了 去到這個時候 還是戰國初期 戰國初期 沒有多久了 這個平原軍 我們就見到 他好像都挺被趙國 甚至趙皇的尊重 其實為什麼呢 因為他有才能 而四公子 四公子 同樣的地方 春生軍是出身未戰的 四公子同樣的地方 都是很喜歡養食客的 每人都有食客三千人 而這個 如果我們小時候 第一個熟悉的當然是孟常軍 因為有一個馮媛的故事 即是說 那個馮媛就說 他去孟常軍 拿一把劍殼來唱歌 即是長俠歸來是食無魚 因為他是低級的門客 於是孟常軍聽見 就叫人 將他classify 到貴賓 餐餐有魚吃 他又彈 他說長俠歸來是出無居 即是沒有私家車坐 於是他又送私家車給他 他又說 長俠歸來是親無所養 他說家裡沒有人養 於是給錢他養家裡 他問你有什麼本事 他說一點本事都沒有 但是到了決定性關頭 這個人欠了兩條計 一個就是 一條計是什麼呢 就是他叫他去他故鄉那裏 收這個租稅回來 拿一些欠單給他收 他去到把那些全部燒光 為什麼 他回來孟常軍說他收到那些錢 他說我收不到錢 是零 不是 我收到很多錢 但是我用那些錢幫他買了一件東西 他說什麼 就是意志 你知道嗎 這樣也可以 是啊 是啊 那麥常軍 那麥常軍很厲害 讓他 後來 這個齊王 把麥常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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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麥常軍回去 食衣的時候 哇 那些人十里外迎接 萬民歡呼 他會擁大他 他才說 你給我買這件東西 你真是值得 那麥當時 這些 四公子 食衣 其實他們的財力有多少 他們有那麽多人 是啊 他們的食衣相相當大 我剛才說 然後 後來他去秦國 或請他做宰相 走出來 雞鳴九道 這條路 也是馮門教他 偷回那筆 他立刻把一個很漂亮的雕球 已經送給秦王 但是要走 就要賄賂秦王的愛妾 他也是要這件雕球 那怎麼辦呢 於是找一個人去偷 那個人會扮雞叫 這是沒有事 不是 九道 這是九道 鑽孔進去 就偷回來送給那個人 送給那個貴妃 那貴妃 就跟秦王說 放他走 去到關那裡 那時候 還未開門 追兵就快要追他 那怎麼辦呢 規矩是天亮才能開門 於是有第二個 就懂得扮雞叫 於是那些雞叫 放了他出關 這個就叫 雞名九道 而平原 這個 信靈君 其實我覺得 如果以個人本事來說 最厲害的是信靈君 信靈君本身打仗也很厲害 大家應該讀過信靈君救趙 沒有 不要讀過信靈君救趙 沒有 如果我們現在很多人 後來改名叫毛記 就是抄信靈君 信靈君的名字就是毛記 魏公子 毛記者 魏安稀王 二母帝也 是魏安稀王 不同媽媽的弟弟 他又有食客三千人 但他最有名的就是 魏有隱事約猴刑 有一個隱事叫猴刑 七十歲 他是很窮的 守看城門 他親自去拜訪他 而平原君最有名的就是 出了一個毛瑞的門下 我們聽了蕭先生說到 有關戰國四公子的故事 而在這個犯罪逼仇裏面 雖然有提到這一集的 一些四公子的故事 但是不聽蕭先生說 就不知道原來是這麼詳細的 現在我們不如先來看一看 犯罪逼仇的故事先 明天我們同樣時間再跟大家聊一下